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很喜欢比方说刘欣 她在舞台上散发出那种很独特很迷人的魅力 我也很喜欢王毅杰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很淡定很大气 同样我也很喜欢李斯丹妮她那种可以掌控整个舞台的那种爆发力 我同样更喜欢的是每一位快乐女生 她们可凭借自己的勇气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到今天的比赛舞台 那么明天晚上的也是快女八进七的比赛了 观众朋友们同样的 如果你想听到自己喜欢的选手 唱出自己想听的歌曲的话 也有一个方式就是编辑选手姓名 或者是编号发送到1066958820 就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品了 我们来看一下参与方式 明天晚上的是快女八进七的比赛 而主题是我想念 我不晓得八强选手离开家这么久了 在他们心目当中最想念的会是谁呢 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给我的印象是那种很幽默的 然后又很严厉的 有一次我生病了打掉针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说 他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 爸爸就哽咽了 好像最后还哭了 这个爸爸不是我亲生爸爸 算是后爸爸 我是离异家庭 直到妈妈跟我说了那件事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爸爸很爱很爱我 我也很爱很爱爸爸 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 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 爸爸我很想你 希望你能够来长沙看舞比赛 想念既然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也想念我的朋友 说东东 然后秋若 特别说东东 以前就是我们在酒吧一起唱歌嘛 然后是我最好的搭档 是个男生 然后我们那会儿 特别喜欢晚上下了班之后 在酒吧喝过酒之后 然后再摆着酒 然后其实电包驴 然后去到很远很远的那种 那种交边 就去公路边那种坐着 然后就开始聊天 唱一下理想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组晚上那组 长头发照片也是他把我拍的 装也是他画的 我想你啦 想你唱的歌 你要爱到什么程度 才能够搭车倒户 实际上都已经听烦了 但是现在特别想你的声音 就是想见见你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觉得生命里对我最重要的人 是我的父母 但是可能感情要更细腻一些 是我妈妈 高中的时候我说 我妈我要学打鼓 我要买鼓 然后后来 我妈想想 我们怎么了 不行鼓太吵了 给你买鼓针吧 然后就买了个鼓针 然后在家玩了没两天 妈我想买吉他 我想买贝斯 然后我妈 想买就买吧 买了个贝斯 然后在家就 然后后来又去买个吉他 就等于说我们家四大件 几大件特别齐全 但是就是我什么都会点 但是样样都不精 但我妈还是就硬反共 特别支持我 然后像 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现在这么拼 有的时候就 那天我跟 我跟女士聊天的时候 我说 女士说 好想回家呀 好想家呀 累了 我说你啊 你现在回去 你会后悔一辈子 他为什么呢 我说 我说 我以前就是 散漫了 然后 就是总说 不着急 等你慢慢的 你到我这个岁数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一事无成 我都没有脸回家 我说我真的好几年没回家了 有妈的孩子 想快抱 投入妈妈的怀抱 妈妈爱你 想妈妈吗 不想 想回家了吗 不想 你觉得一定要取代一定的名次 才 有勇气回家 是吗 哎呀 烦人 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 就是我的父母 有一次就是 特别特别感动 是我的粉丝带着我 就说 丹妮丹妮 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就特别开心的跟我说 我当时我就 嗯 我说什么惊喜 难道说又给我买旺仔牛奶 又给我买阿童鹿了 然后后面看我 我 我爸爸就站在那 举着我的牌子 说说举着我的牌子 什么心理 那你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我爸特高兴 就拿那个牌子 就 就像一个孩子那样 转一个圈 哇 我当时看我这 就觉得 就是 特别特别爱他 我就说不出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就复买 他对我的爱都是默默复充的 爸爸 其实女儿是 真的非常非常地爱你 虽然说有些时候 我在你们的眼里 我 我 你们觉得我不懂事 我觉得我 不关心你 不关心你 不关心我 其实我真的不是 那样子 你们妈妈在我心里面 的分量是最重的 你们永远是我 最亲最爱的人 而且我这次来 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 你们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要坚定地送下去 我一定会成为你们的骄傲 我相信 家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心理上最柔软的一个部分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这么动容的所有的快乐女生在明天用动人的歌声让你们的家人 你们感到骄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的是舞力谭杰西和王爷 他们三位呢 在上一周的九进八地比赛当中也曾经给快乐进行帮帮唱 在他们眼里快乐八强是什么样的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说李斯丹尼 我可能唱得不够好 但我每一场都在这个舞台上跳到最好 晋级的是李斯丹尼 热血就是要洒在青春雨 我就是那个豁出剧的李斯丹尼 Yeah baby I think so much is the Stanny 我们这两位太难为你们了 我感觉觉得他有一张集母都在上去 不是不是不是 李斯丹尼要上一场就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跟李盲搭档 让银朗飞起来 照着月亮显 低熟还不过 不像宝宝宝宝 但一直找着猪头 心里面泡个温血 银朗跳着越来越 精心打算 一直是这 知道我照点你算啥 这里在那个一场台下来 他可能是最多会给你们改的就是 舞特超级棒 没错 是不是 这种大舞师说的 像我们去年沙情的样子 怎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不是亚洲舞 对对对 从那来一段好不好 三个人来一段 居然是 自取为亚 亚洲舞啊 对你爱爱爱不爱 跳 我可以死死点点世界 好啊 走回了 再过今天中间来一个好不好 对你爱爱爱不爱 深爱 缘分 总是 这么难 好 换你手下来 金浪太强不夸 会被撞到地上 对我一对我 让我一生不生悲 夜夜要飞 就是同一个动作 这就是你的经典动作 好 吴亦你的经典动作 来 王爷继续唱 果真你们的舞跳真的是非同一般 王爷你的舞还没有提上到 这舞台 这曲主在 嘿 来 王爷继续唱 两个人站着就来了 YES 好吧 我真的相信你们上一届的快能 真的没有一个舞跳得好 不能这么说 是跳舞跳得好的 来了 但比我们跳得更好的 还在电视机前是不是 李伟 李伟 我穿穿以后的未来 我期待 我穿穿以后的未来 我期待 那舞台 其实我觉得你看 像每个人也要把自己的招牌动作发扬光大 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 李伟 春意有 春意也有 我的 但是我觉得李伟 她的舞技 就是她不管唱什么曲 不管就是什么样的风格的 她都能跳得很好 现场就跟她一起嗨起来 在天天像像 她跟O.D.飙过一段舞 O.D.的舞是跳得非常好的 然后她跟O.D.跳舞 她不仅有 啪啪 然后还有waving 然后还有一些breaking的动作 就是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我们只会freaking F-R-E-A-K-I-N-G 大家可以google才知道什么意思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李斯丹妮和范冰冰演的观音山 范冰冰强吻李斯丹妮 对 范冰冰强吻李斯丹妮 范冰冰强吻李斯丹妮 我可以说李斯丹妮强吻李斯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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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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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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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觉得这一段以后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合作的大盘的话 应该是李斯丹妮合作的最早开始跟大盘合作 就是跟范冰冰 我那段真的是演的非常的激烈 这说明说明这个李斯丹妮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你们认为他能走多远 不要问我他能走多远 我会告诉你很远 你们相信天分吗 我相信 相信天分是吧 我刚聊过天他只学了三年舞蹈 就跳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唱歌我觉得他其实唱的不差 只是因为他跳的太好太激烈的 所以影响了气息 这个是可以练的 这个是我觉得他是有成为天后的前景 就像你说他真的见过大风大浪 不管外面对他的评价如何压力有多大 他每次他上场气场都十足 对 就会把人给劈下去 就唯我独走 其实身为一名主持人 我有时候真的非常羡慕歌手 你看李斯丹妮在舞台上 可以有些标志性的动作成为他的经典瞬间 还可以有机会跟范冰冰一起演戏 有没有 好了我还是好好的主持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你一起看一看 富梦妮的家 我们来看看富梦妮的成长故事 今年快乐女生舞台上最不同于往年的就是美女大当其道 富梦妮因为精致的五官及其丰富的模特经历 从海选开始就备受关注 一直被称为是宅男杀手甜心盟女 是今年最疯狂的快女选手之一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给十三场有一个美好的幻想 给宅男们一个美好的幻想在 所以我支持富梦妮 我是宅男杀手富梦妮 为了秒杀宅男 我们来了 因为本色的唱功不俗 多变的外表造型经验 富梦妮一路顺利晋级快女全国总决赛 富梦妮 富梦妮 富梦妮你竞结了 哇 恭喜富梦妮 如果当初在教会是能忍住了心动的灵魂 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 他在舞台上演唱时 纯情无辜的眼神蒙翻全场 特别人喜爱 我觉得你的声音越来越有型 你的外形非常好 何二为一 你将会魅力复生 富梦妮出生在一个演艺家庭 爸爸是贵州省民族乐团里的大号手 妈妈是一名苗族的舞蹈演员 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但是梦妮刚刚才两岁的时候 她们就离婚了 就妈妈还是就是算是舞蹈老师 然后在省歌舞团 继父的话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就是 呃 办妈妈的舞蹈培训班 然后爸爸的话就是开琴行 梦妮这个名字有个很奇异的故事 在她就要出生的时候 爸爸因为太累在医院外面睡着了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就梦见一个小姑娘很漂亮 我穿着那个粉红色裙子 真的小小的就是一岁左右的样子 很可爱 醒来以后呢 就没多久就说生了 生个女孩 我当时就立马就决定 就把她名字起叫梦妮 梦妮就是梦妮一个小女孩的意思嘛 别看梦妮现在在快女十一强 她的女孩选手里面个头是偏小的 可如果比出生的体重 她绝对是冠军 我姐姐她们的朋友就听到说 酒精妹还以为我是那种喝酒的酒精妹 其实我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有酒精重 是全医院最重的 生下来足足酒精的小梦妮是个美人拍子 小美人特别爱美 两三岁就喜欢上了化妆 她自己就坐在那个化妆台边上啊 她的眼睛我涂成两个黑眼圈 她有时把那个给她穿的衣服啊 T恤上她把它拉下来 她把它拉到这个尖这里 露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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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妇妮你干嘛 她说我是电影明星 我喜欢照镜子 可以照几个小时 拿那个布什么裹到身体上 然后就就半古装戏什么的 哎呀哎呀就这样 哈哈哈 就是好像过家家一样 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喜欢过家家吗 就像那种角色扮演 梦妮从小就热爱舞蹈 她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 我是反对的 是反对意见 不想让她像我那么艰苦 虽然妈妈不希望梦妮走上舞蹈的道路 可是梦妮还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考上了云南艺术学校附中 就在梦想刚刚放飞的时候 一个意外不幸悄然降临 梦妮的腰部因为训练严重受伤 舞蹈的梦想画上了终结音符 就带伤去考试 然后打了一针叫封闭吧 打了一针封闭 然后就感觉不到疼嘛 结果就就损掉了 有一次她打电话跟我说 她说妈妈我改行了 我不再跳舞了 那是我朱后的睡了 那是我朱后的睡了 有一天你突然问我 在那个时候 是否也爱着她 我也很想她 我们都一样 在她的身上 很找到翅膀 只是那时的她 是因为你才开始飞翔 其实在外地的梦妮 也经常会想起小时候 和妈妈在一起的故事 因为我很挑食嘛 不想吃到姜啊蒜啊那些 我就撩一下 然后就就被我妈 一筷子飞到手上 就打下来 就很痛 数个一二 数到三你要见鬼啊 我马上说二还没数出来 我就不不不就跑过去了 就很痛 还好嘛 游泳吧什么的 然后让我挺担心的 然后找了半天没找着 然后我心里面急了嘛 然后打过她一次好像 我妈不只打过我一次吧 是我爸爸 还是我妈 我妈肯定不只有打过我一次 我妈挺严厉的 小的时候 这里 还有 孟妮心中的妈妈 打了一个忧 这是六年级第一学计划 九月十七年 还加了一个脚印 哈哈哈哈 有片作文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个文艺工作者 在很小的时候就进了衣校 但是妈妈非常刻苦 别人都去自由活动了 而妈妈却独自一个人在排练厅里 练大跳 就是这样 孟妮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漂亮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 她通过朋友介绍到一家网店 开始做平面模特儿 这位正在拍摄的 就是孟妮工作室的老板小明 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 然后她拍的那种 很有那种日系的风格 我自己喜欢看那些杂志 什么的 我就可能自己有想法 她会觉得好像 用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模特儿要做的事 就是通过自己完美的身材 去展现服装的特点 所以有时候 孟妮也会因为客户要求 给一些内衣做模特儿 这些为内衣拍摄的照片 上传到网上后 各种评论对时给孟妮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妈妈对这些照片 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不是说你做了这个专业 我叫你拍这些清凉照 还有什么的 然后你说 我不知道 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不对 应该每一行 有每一行的职业道德 我只能说 当看到傅妈妈讲出 网命图三个字的时候 傅妈妈的表情 未免也太淡定了一点点 当然我们也听说 傅梦妮当时在报名 参加杭州唱区快乐女生的比赛的时候 据说她进到杭州唱区50强的时候 都还没有跟家人讲 可见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子 感到杭州唱区参加快乐女报名的时候 只是想试一试 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声乐基础 她对自己晋级也没有抱多大幻想 我觉得 你的整个的音乐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无论是从你的外形和你的声音的这种潜质方面 我认为你后面的提升空间会很大 而且我认为你会后进十字 从小独立的蒙妮一直没有和家人讲自己去参加快乐女了 连她妈妈也都是通过同事告诉她才知道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她 我说 美赛啊 你死不死 参加快乐女生了 她说 死了呀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家里面 然后她说 有什么告诉她 因为有50强嘛 又没什么 孟妮有一个在西双版纳边防上当兵的弟弟 自从快乐比赛开始后 她就因为孟妮成了单位的红人了 哎呀 现在我可转了 现在我们 我们在有全 全部都在巴结我了 因为 他们都是她的粉丝 还说 哎呀你姐姐唱的特别好 又特别漂亮 就这样说 孟妮的成功为爸爸妈妈带来的骄傲和惊喜 舞台上是兴光意义秒杀全场 可是舞台背后有多么的累 多么辛苦 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跟她以往是每天打电话 自从参加这个就是 有经常都 我看她忙的 有的时候就没打嘛 有的时候打她就说 哎呦 那时候刚刚才睡下一点点 回家就有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比赛越到后面越紧张 父母准备到现场去给她加油祝威 你和爸爸过来几千块钱看我一眼 然后又走了 她这样挺不划算的 看到家里面的人 她反而心里面不自在 我怕她们一来就 就看着我走啊或者什么 怎么样 我不希望 肯定还是想起 想起 就是说 不到现场也好 在外面就跟她 见见她也好 又好久没见了 对她一想念女儿的时候就跟我说 徐老师我想我女儿了怎么办 我就明白了 就要跟她一起合奏 就是这首诚诗 这首诚诗 她们还在一起合奏 她们也好 就是这首诚诗 我爱她的手诗 和她们也好 就是这个手诗 有个人也好 可爱 等你回来的时候 爸爸给你做辣子几次 给你餐厅 姐姐们 你代表们好好地 不要有那种紧张的感觉 嗨姐姐你好吗 你也不用担心爸爸妈妈 有我在我会照顾他们的 你要加油 不管结果上 全家人都支持你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一定要回再帮我拍衣服 只知道要我的网店赶快红火起来 孟妮孟妮 我叫孟妮 孟妮加油 为孟妮加油 也给所有的八强选手加油 希望大家在明天的比赛当中 能够带来精彩的表演 那么下面当然是我们的快女快答的时间了 回答粉丝问题的仍然是孟妮 是孟妮 波斯茅 那种很叛逆的歌什么妈妈妈妈别再念我对吧 你生活中是不是也是那种很有点叛逆的那种 我就是算是比较叛逆的人了 因为虽然我妈没有像我唱的那样去管我 但是我就是还蛮我行我素的 就属于不听话的类型 当然也不会犯什么大错误 有人说你是宅男杀手 甜美啊 个性啊 性感啊 各种的人为一体的 那是舞台上的我 舞台上的我可能还有那么一点 就是对得起这个称号 但舞台下的我就对不起那个称号了 因为 大家看吧 这样会杀了 最有杀心灵美啊 心灵美来杀 那舞台上你觉得你自己是实力派 还是 其实我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偶食 你是苗族女孩 我是苗族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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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他加了两个路过进去 结果他就是加进去 你就是我的天使 给我快乐 你就是我的天使 给我快乐的天使 甚至我学会了飞翔 从他的唱里面 其实能听出很多情感 所以唱歌用心真诚的唱就好了 我们父母你一直在舞台上 很用心很真诚的唱歌给大家听 所以才会那么多人喜欢对不对 虽然我也很真诚 虽然很多人喜欢我 来来来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 然后会不会为了他 然后放进事业 然后 这个 这是个名字哦 好尖锐哦 然后没有要看了吧 我觉得其实我事业心挺重的 然后他也真的喜欢我的话 他应该不会影响我的 就是工作啊什么 他应该会 对他应该会支持我 我也要我为他放弃什么东西 孟妮 你干嘛 你要打场子嘛 孟妮我非常喜欢你 然后 但是今天我要对你有一点小抗议 因为在十二进十一的时候 你在全国观众面前说的是 你是宅男女神 你要秒杀宅男 那你让我们这些女性粉丝怎么办呢 抱歉上一次就是 偏谈到了男生那一边 下一次又不回来 那今天你能不能 给大家做一些比较搞怪的 有趣的表情 其实我觉得你唱歌跳舞比他们都没有差 所以你一定要自信 我觉得你还不够放开 谢谢 你还过来很久吗 第一次听你唱暗昧这首歌的时候 就被你深深的秒杀了 今天来到现场 我想再让你秒杀一次我 可以吗 爱没让人变得贪心 直到等待失去意义 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 放遗憾的美丽 停在这里 伴随着这么美妙的歌声 那就即将结束我们这次的采访了 那我们希望 嗨起来嗨起来 当然我们一定要预祝我们的傅梦妮在周五的总决赛 有个很精彩的表演 对不对 对 把你的歌留到那个时候唱给大家听 好的 谢谢大家 伍尼某主 非尼某主 同意太恶 今天的想唱就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在明天咯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给大家提前爆料快女总决赛 八进七的精彩看点 同样呢 我们的舞艺 谭杰细还有王爷 也将继续做客想唱就唱 同样在周五一点钟 明天再见 明天